在改稿这个环节,我强烈推荐大家每一个人无论是做英语的prey还是做英语的演讲 都一定在写稿改稿这个环节一定要去做一件事 哈喽大家好,又见面了 相信大家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高中或者大学里 有一些想要去参加英语演讲类比赛的需要 或者即使不参加演讲比赛 平时在我们的英语课堂中大家也会有用英语去做prey或者是演讲的一些需要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关于怎么去撰写英文的演讲稿 或者是prey的讲稿这样的一些心得 我本人是参加过外言社全国英语大赛的阅读和写作比赛 都拿到了上海赛区的第一名 并且分别去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比赛 是拿到了全国的阅读二等奖和全国的写作一等奖 在演讲方面,我也是在大学里面 大二的时候参加过21世纪杯全国英文演讲比赛 拿到了我们学校的第二名 代表学校去参加上海市的比赛是获得了上海市的二等奖 虽然我在演讲方面可能不像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那么的出彩 但是也想就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内容 希望你喜欢这期视频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那么我个人是认为要写出一篇好的英文演讲稿 或者是一个prey的讲稿的话要分为三个步骤 分别是构思写稿还有改稿 那么接下来我也会以这个逻辑顺序去着重讲一下这三部分分别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内容 首先就是构思的部分 我觉得构思其实是整个环节里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在构思环节大家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害怕构思的时间太长 因为毕竟你要去准备一个演讲稿或者是一个prey的讲稿的话 这并不是在考场上写作文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而且限制还非常紧 其实你是可以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去好好构思 你要写稿的这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英文演讲比赛 包括你在做一些英语prey的时候 可能你在英语课堂上做prey的时候 你的语音语调还有发音等等方面 会占到老师对你印象的比较一个大的比重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好的英文演讲比赛里面 最最核心的就是讲稿的深度 其实这也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你如果在B站去搜一搜 外言社历届的演讲比赛的一些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选手 他的语音语调可能不是大家公认中那么的地道 但是他到最后可以坚持到最后的几轮 甚至可以拿到非常好的奖项 那么我觉得在以备演讲的这个环节 他都是盛在了他讲稿的一个深度上面 所以其实一篇好的讲稿在构思的环节 是大家需要反复的打磨 而且去花很长的时间去构思的 千万不要出现有的同学可能就是为了应付差事 拿到一个题目他就立即去写 就完全是把它当成一篇考场作文一样 写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想哪写哪 天马行空没有一个中心 写完了之后写到字数就觉得草草了事了 这样我觉得都是在第一步可能就输在了乞讨线上了 在构思的方面一定要拿到一个题目 先把思维发散出去 找一找这个题目有哪些你觉得值得说的地方 尤其是你自己觉得有话可说的地方 像2019年的外研设演讲比赛和2020年的演讲比赛 我都是自己去投了网络赛区的赛道 虽然去年没有晋级 但是我去年和今年都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一下 我自己是在构思方面可以说是花了长达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 像外研设的演讲比赛 他每年的题目其实在四五月份就会在网上公布 但是最后网络赛道投递视频的解稿日期一般是在十月的中旬 所以其实我在五月份就会拿到这个题目 但是我一般根本不会在四五月份就想要去写 因为当时也是处于学期中的阶段 所以我平时的学习也有很多要忙 我一般都会把它放在暑假 但是比如说从五月到暑假的这段时间里 有的时候稍微有空了 这个题目其实一直是在我的脑海中的 我觉得我在潜意识里其实在为这个题目去准备一些值得讲的素材 而到了暑假有的时候我会专门花一小段时间去仔细的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像去年的题目是 My big story in 2049 就是我在2049年的一个大故事 因为2049年是一个建国100年的日子 所以其实大家要注意到的就是 虽然它的题目是my story 但是你明显是不能局限于一个个人的一个很局限的视角 所以当时我就是构思了很多 怎么样从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这也是一个比较发自肺腑的可讲的点 去挖掘出一些可讲的故事 并且能把它上升到一个国家社会 甚至是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层面 而今年的这个Challenge to all这个题目的话 它的一个显性的大背景 可能是今年有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这样一个语境 但是我又觉得因为这是非常明显 大家都可以明白Challenge to all 有可能直接指向的是这场新冠的疫情 但是我在构思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又去想到了 既然大家都会说Challenge to all 可能很多人都会把这篇演讲 直接就写成一个唱赞歌似的 赞美人们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的团结 赞美一些杰出的个体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我就还是会去想 怎么样能从我自己的角度入手 因为根据我个人对这些比赛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这种演讲比赛 真正是希望我们能站在自己的立场 发出一些属于我们的声音 而不是去唱赞歌或者说一些假大空的话 所以今年的这个我觉得 拿到题目我也是非常恐慌 因为我觉得Challenge to all 又是上升到了有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高特别宏大的一个议题 但是我就想了很久 怎么样能从我自己出发去讲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我构思是花了真的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我的思维 我也是刚开始让它变得特别的发散 像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想了一些 可不可以讲一些科技人文类的话题 因为大家肯定提到这个新冠病毒疫情 着眼于都是能不能让科技的发展 我们去研制一些疫苗 然后赞美的都是一些医务工作者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科技 可能是偏科技的这样一个角度 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科技和人文的关系去分析 虽然我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了今天 但是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 其实还是一些人文上面没有跟得上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在疫情中 我们会发现很多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些案例 都可能是一些并非是科技阻碍了我们 而是人文关怀的欠缺造成的一些惨剧 包括其实这场疫情的源头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人类没有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 这样一个人文方面的问题 所引起的一场比较大的灾难 所以刚开始我也是想了很多 后来我觉得还是要从自身经历入手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这是我觉得非常真实 而且值得讲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作为大学生的话 其实也有的时候看问题达不到一个特别高的 可以把人类命运这种挂在嘴边的一个高度 所以最后在构思的环节 其实我花费了真的我觉得可以算是三四个月吧 虽然不能说是天天绞尽脑汁的想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 或者是睡前几分钟偶尔去想了一想 就是各种可能的方向 都去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这个方向如果去说的话会不会显得 就是太装了太做作了 有点超出一个大学生的话语范围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构思的方面一定要多下功夫 平时也可以不用天天想 但是要留心去积累一些素材 并且一直把这个事装在自己的脑子里 尤其是这种像外颜色 它准备周期可能比较长 但是比如说一些 如果你是英语课堂的pre的话 我也是建议不要立即就去写一些东西 还是要好好地去挖掘一下 哪些是比较值得说的 尽量去说一些有意义 不空洞的一些话题 这些就是关于构思这一部分 我想要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些方面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写稿这个部分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 我对构思是真的非常的在意 所以相较之下 写稿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我觉得一篇稿子 它的文笔 还有它一些非常细微的用词 相比它整体的利益来说 的确是显得微不足道的了 所以在写稿的这个方面 我大概只有两个想说的点 第一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 大家写篇演讲稿的时候 千万不要 比如说今天我写了大概100字 就想着我先去干点别的事 我明天再回来写 我觉得写英文的演讲稿 或者是pre的这种讲稿 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 因为其实大家往往最多 应该也不会超过500字的一个讲稿 所以我觉得这500字 大家一定要做定 哪怕是专门抽出来一整天的时间 去给它好好写好 因为我觉得在这种英文写稿的过程中 如果思路被打断了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 而且我们作为非母语者的话 其实要想进到一个英文的写作环境中 其实都需要一定的适应环节 比如说我们大概写了100个词之后 感觉稍微找到一点用英语写东西的感觉了 这种时候如果你突然把这个过程中断掉 去做别的事 下次你回来可能又会碰到那种感觉 写得很生硬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比较行云流水了 有的时候甚至收不住了 一般就是度过最开始的那段时间 越往后写就会觉得很流畅了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一气呵成 另外一点要说的就是 千万不要过分在意语法错误 或者是语句通不通畅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很花哨的一些词句 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最最最次要的 重要的还是利益 而且这些也都是后来在改稿的环节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在写稿的时候一定不要想太多 一气呵成顺下来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到了我关于今天这个话题 想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 就是改稿的这个环节 在改稿这个环节 我强烈推荐大家每一个人 无论是做英语的prey 还是做英语的演讲 都一定在写稿改稿这个环节 一定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要读出来 自己一定要去读出来 把它顺一遍 去读一遍顺一遍的目的 第一就是去卡一下时间 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控制上 最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还要给自己留一些空余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规定在五分钟之内的prey 大家去念下来一遍 最好把这个时间控制在四分五十 或者是四分四十五 总之是要给自己留一定的余地 因为我觉得 首先在这种prey或者是演讲中 最不好的一点就是超时 如果超一点点可能还比较好说 但是大家去体谅一下 去聆听你做prey或者是演讲的评委老师 他们一定是非常疲惫的 而且听了非常多的prey之后 如果你出现超时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一件事情 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你这个人 对于规则的一种漠视 而且另一方面 它也可能反映了你这个人 对于自己讲的一些东西 可能连基本的一个时间的把控力都没有 有的时候也许你准备的时候 可能就是按着这个内容非常的紧凑 可能本来就要超一些时间去准备的 但是老师可能就会认为 你是在演讲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节奏 导致你中途忘词或者是语速变慢 或者是中间就是想一句说一句 这样最后拖的整个节奏不太好 最后超了很多的时间 总之无论哪种情况下 我觉得超时都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大家在写稿的时候 也一定要稍微去考虑一下 自己在这个三分钟或者五分钟 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时间范围内 能说多少并且就按照比这个时间的限制 还要更少的一些字数量去写这个稿子 这样就不会给改稿造成太大的负担 因为如果你刚开始就写的过少或者过多的话 在改稿的环节其实是要对你原本写出来的稿子 进行一个大改的 我觉得如果对一个稿子需要进行大改的话 其实你当初写它的这个目的就不存在了 你的内容就或许是太少了 或者是你想说的东西又太多了 其实多了往少了删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首先读一下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时间 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英文的句子 你写出来跟读出来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写了一个很流畅很高级的句子 但是如果你去试一试读一读的话 你会发现你根本读不通 或者是稍微一着急你的舌头就会打结 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写稿的时候 自己觉得写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句子 但是读几遍都会发现多多少少都会很容易出现舌头打结 或者是一段话里长句和短句没有交错 要不一段就全是短句 要不一段就全都是长句 这种其实你如果念一念 自己就会听出来有不对劲的地方 它就会缺少一种节奏感运律感 而且长句如果过多的话 是很容易让听众跟不上 就不知不觉的就去神游了 根本没有再听你在讲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有些句子节奏上的这些交替 可能在你写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 但是在改稿的环节 如果你去读一读的话 其实就会发现这些问题 并且要及时的将它改过来 另外一点我觉得在改稿中 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去找一些母语者 帮忙修改一些稿子 如果仅仅是一个大学 或者是高中英文课堂上的英文prey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用做到特别的自真剧着 因为如果你个人都过分在意一些语法的细节的话 其实说实话 听你去做这个prey的老师和同学 他们不会更比你注意到一些语法上的小错误 大家都是非母语者 其实非母语者在聆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我个人的体会是 我还是会着重听 有没有听懂他在表达什么 至于他第三人称单数有没有加S 或者是偶尔的过去是有没有用异地的形式 这些细枝末节的错误 其实我们是很难注意到 包括我在自己讲话的时候也经常会辣掉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高规格的比赛 像外言社的这种演讲比赛的话 它是会有外籍评委的 在这种比赛中 其实我是希望能做到 不仅是在语法上面没有错误 而且我是会希望我在这篇演讲稿中的用词 也都是非常符合英文的语言习惯的 不会出现一些比较Thinglish 或者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学习英语 我自己去学到的一些词语 我觉得不错 我就用在这个演讲稿里 但是其实如果让英语母语者来听的话 以下就能听出来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有可能是一些大词小用了 或者总之就是有哪里不太对劲 他们在真正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 不会这样说 这种情况都是我希望要竭力去避免的 其实我自己在写演讲稿的时候 我自认为我的语法错误是比较少的 但是还是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不太符合英文的语言习惯的地方 这种地方往往是自己最难以察觉的 在去年我去投稿这个外言社的演讲比赛前 其实我是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些人来帮我改一改稿子 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好像并没有认识英语为母语的这些同学 也没有外籍的老师 可能大家如果是英专的同学有这方面的优势 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找到人来帮我修改我的稿子 去年的整个稿子都是由我自己去写并且修改 修改了非常多遍 但是我觉得其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太符合英文语言习惯的一些小地方 但是今年我自己是在写完稿子之后 自己先试着改了几遍 然后借助了Cambly这个平台 去在上面找到了一些专门是有演讲的指导经验的一些外教 在Cambly这个平台上面 我和一些外教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 有的时候都甚至是自争俱拙 一句一句去改 外教也给我提出了很多修改的建议 有的时候哪怕只是改一个非常小的词 也会让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就是之前自己可能在写的时候 也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对 但是就说不上哪里不对 但是如果是让一个外教来看的话 他可以立即发现这些地方 并且再来一个英语母语者的视角 去给你提出一些比较好的修改的建议 这就是我能够认识我的价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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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幸福。 而这种来源于母语者的帮助也是我觉得的确是如果没有在英文的语言环境中常驻过的人很难提供到的。 在这里我也联合Cambly这个平台争取到了一点点小的福利,大家如果去Cambly这个平台注册,并且使用马尾的拼音加上666三个数字的推荐码,就可以免费获得试课的时长,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就算没有一些非常特定的需求,比如说是修改英文演讲稿这样之类的。 单纯去和外教聊聊天也是锻炼口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相信除了逐字逐句修改演讲稿之外,外教也能对你的语音语调,还有各种方面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也是一个锻炼口语的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我从个人的一些体会给大家分享的写一篇好的英文演讲稿,要怎么从构思,写稿,还有改稿三个方面去准备,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喜欢的话也请多多支持我,我以后还会尽量多出一些英文方面的干货。 祝大家都能在英语学习中取得更大的进步,让我们一起